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要再打了 再听啊 我抓你回去 你每次都是这句 有什么打完再说 你平时还老说 自己当了神谱之后 有多了不起 你看 杰儿像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看到杰儿像这样 打架这个样子 你觉得她会好过吗 想到千方百气出来看你 不管怎么样 和人说一声 让人家安心 刚才看见我没事了 人家是姑娘都这么主动了 姑娘怎么样 是她自己多事 先喝杯茶吧 谢谢 你喜欢冷血啊 其实他那么对你 你还要为了他 瞒着家人偷偷跑出来 值得吗 我也不知道 其实冷血大哥 一直都对我很冷淡 但是我无时无刻 都想见到他 也许喜欢一个人 就是这样吧 对了桑姑娘 你有没有喜欢过人 我从小就买手衣礼 对着草药医书 还多过见人 就算遇到的 也是来求医的病人 我声明这新人厚 反而不知情为何物 对了 究竟喜欢一个人 是什么感觉 原来桑姑娘 没有喜欢过人 其实喜欢一个人 那种感觉 真的很奇妙 你会控制不了自己 除了无时无刻 都想见到对方 了解他 关心他的一切 你还会无条件地 为他做所有事 希望对方 会欣赏你为他做的一切 如果对方 不是同样这么想呢 就算没有回报 你也依然 会愿意为他做任何事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这么问你 人家说 喜欢一个人 是有喜有悲的 我看今日你的病情好了很多 所以给你换了部分的药 你趁热喝吧 其实我见人到药方拿药就行了 用不着牢房三姑娘亲自送来 反正顺路 传明症最重要是按时服药 对了 上次给你做的精油 你用完了没有 我做了新的给你 还有药草呢 燃烧之后可以镇定心神 晚上会睡得比较好 对了 你跟冷血呢 会不会亲近一点 你知不知道他跟小刀之间的事 冷血会跟谁亲近呢 这倒是 我还以为 你跟他有些共通点 可能会合得来 别拿我跟他相提并论 好吗 其实冷血跟小刀的事 我也听铁手提过 小刀对冷血有好感 大家都看得出来 那冷血呢 他对小刀 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男欢女爱的事 外人最好少过问 虽然你这个人真的很无情 但是有时候 原来你也会体谅别人 对了 你知不知道城中 有没有人懂得修理乐器 这要看是什么乐器 我有支笛子坏了 想找人修理 没想到三姑娘 除了精通医术之外 还懂得吹奏乐曲 这样吧 你拿来给我看看 也许我可以帮你修理好 嗯 走吧 这里不欢迎你们 昏水摸鱼走远一点 你哪根筋不对啊 什么欢迎不欢迎啊 你打开大门做生意 我就能进来赌 你把我赶出来什么意思啊 哦 为父老乡亲们过来评评礼啊 什么蓝天帮啊 输不起的 你们就阴天帮吧 说够了吧 还不快走 怎么 真不知道我们帮派 跟大联盟结盟啊 你不让我们进去 就是不给大联盟面子 我看你怎么担当得起 那大联盟里压了我们 上次连大联盟也打不死我呀 大联盟 我今天就裁呗你们两个 来信息 来 来 来 住手 来 什么事啊 哦 这两位老兄胆子不小 竟敢来闹事 我们正在教训他呢 岂有此理 竟敢在蓝天帮的地方闹事 信不信我曝关抓你啊 还不走 走 算你喊你曝关 给我等着 连打都省了 小姐 好样的 蓝姑娘 今天不必动手动脚 也可以小事化无 果然有进步 那两个小蟋蟀 踩死他们 我怕弄脏舞的邪 不过你说得对 最近形势很紧张 大联盟又经常来我们蓝天帮捣乱 不要给他们借口 你会这么想最好 只不过呢 最近没得打 老是觉得有点手痒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 跟我切磋武功呢 随时奉陪 告辞了 说话说话 这是岂有此理 沈捕斯说会彻查 我儿子被杀的事 已经过了这么多天了 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们说 还要我等多久啊 难道要等到我儿子 只剩下白骨 再说调查有结果啊 红帮主所言不无道理 沈捕斯似乎有点办事不力 但林洛实为人艰险狡猾 要查出他的罪证并不容易 既然是这样 倒不如用江湖规矩来对付他 免得让他逍遥法外 金本主 难道你也同意我私下解决 不过沈捕斯讲明会插手这件事 若是你出手的话 恐怕还没有抓到林洛实 红帮主就已经 难道要我无了期地等下去吗 红帮主 你别那么激动 长期以来 我们江湖帮派的人跟朝廷 你是你我是我 井水不犯河水 不过 大联盟的背后 有朝廷的人撑腰 这件事大家都知道的 而我自己本人 一直以来 对沈捕斯没什么好感 觉得他们巧立明目 公家维护公家 只不过他们破了几起大案 江湖传闻 有些背后是跟大联盟有关 可惜每次都有人当作牺牲品 被林洛实逍遥法外 由此可见 诸葛正我 跟他的捕快 各个腰板挺直 不畏强权的硬汉 诸葛正我跟我提起过 大联盟连番搞作 目的是想赶尽杀军 不肯归顺的帮派 要是我们主动挑衅的话 就是让大联盟邀机可乘 各位帮主 我爹说得对 要是我们先出手 就会中了凌落石的奸计 这么说 要我们继续按兵不动 让沈补司来处理 我认为 有公家来对付朝廷撑腰的人 是最好的办法 要我看着我儿子忘死就不行 小花喝酒 觉得舒服 舒服 很舒服 谈得好 谈得好 有赏 有赏 谢谢赵老板 赵老板 我们有没有啊 小花 小爹 你们俩都有 别担心 来 打赏 助手佳肴未尝 赵老板已经饱餐一顿了 蔡先生 这么好玩的地方 你个老早就带 带我来吧 蔡先生 柠檬主求见 请他进来 是 林柠檬主真客气啊 蔡先生 赵老板 随便坐 随便坐 别客气啊 坐 坐 来 我们喝酒 喝酒 喝酒了 来人 飞酒 来人的飞酒 郑老板 快走 皇上 这杯是御仪开的安神茶 请皇上趁热饮用 这么一下 喝什么都补不回来 皇上龙体关系江山社稷 若是抱养 百姓必深感悲痛 还望皇上体念 臣民爱戴之情 爱惜龙体 你说得对 朕应该爱己如爱民 对了 蔡秦家 你刚才说 什么江湖上有几个帮派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回皇上 最近江湖上 各帮派为了争夺利益 互相厮杀 甚至是祸及无辜 就连大联盟的盟主林诺石 他为人忠肝义胆 仗义输才 也居然会遭人暗算 再好不打晚不打 朕刚刚威福出游的时候 冒财来打 朕扫兴 腥风血雨的日子 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 请皇上少出皇宫为妙 如今朕呢 在自己国土也不能随心所欲 这跟挂在笼子里的积司 却有什么分别 皇上乃是异国之君 龙体为重犯不着 皇上 江湖上的无谓厮杀 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蔡秦家你有何高见呢 微臣认为 只要把各帮各派联合起来 便可天下太平了 可以吗 绝对可以 要是各帮各派之间 能够推举一位有才能 而又得到大家认同的人出来 由这位武林盟主 来统领各帮各派 这样就可以使天下太平 造福设计 又可以成为江湖 与朝廷之间的桥梁 皇上 蔡相爷的建议极为可取 奴才认为一举三得 连老百姓也开心 书秦家 你意下如何 微臣没有意见 蔡秦家 这件事就由你负责吧 臣遵旨 回帮主 蓝破天昨夜 一直没有离开过蓝天帮总舵 至于他的手下 全在赌方 半步没有离开过 至于非护帮跟他们的手下 也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帮会 毫无动静 实在太奇怪了 不是他们会是什么人干的 帮主 佟大人求见 快请 你们下去吧 是 帮主 佟大人 佟大人 林帮主 请 请 林帮主忽然集结这么多人吗 是不是想找蓝天帮和 非虎帮的人报仇呢 我的确有这个打算 只可惜 暂时还不能证实是他们所为 我看林帮主可以不必了 为什么 要是我告诉你 昨晚的行动是由蔡相爷一手安排 绝对不关蓝天帮和非虎帮的事 你还会不会打算报仇呢 佟大人的意思是 昨夜刺杀我爹 是蔡相爷的计划 当然 刺杀林帮主 这不过是演一场戏 蔡相爷为什么要这么做 很简单 要让皇上觉得江湖大乱 因为这样 蔡相爷才有借口去说服皇上 去找一个江湖帮派出来 当武林盟主一统江湖 蔡相爷这招反剑计 真厉害 皇上已经同意了 并且全权交给蔡相爷负责 而蔡相爷也决定 用另一台比武来选出盟主 论武功 其他帮会可以不理 爹 盟主这个位子非你莫属 林帮主千万别开心得太早了 蓝破天的武功 可不是容易对付的 这次蔡相爷 专程叫我来通知你一声 希望你不要再次让他老人家失望 擂台比武的规矩 是每个帮会派一个代表出来 最后胜出的就可以成为武林盟主 英雄铁是由大联盟广发 虽说是由朝廷申办 很明显蔡经已经跟林洛师狼狈为奸 摆明蔡经替林狗贼撑腰 演一台好戏出来 让大联盟能够成为江湖盟主 最气人的是不参加比武 就等同归顺新盟主 居然会有这么没道理的事 爹 我真的不明白 弄武功 林洛师未必比得上你 为什么蔡经这么有把握 办这个擂台比武 蔡经深谋隐虑 我看他不会打没把握之掌 会不会蔡经再逼林洛师苦练什么绝世武功呢 就算这个林狗贼 身怀什么绝世武功都好 我一定要打这个擂台 最好让他对我 让我打死这个狗贼 为我儿子报仇 这次挑选武林盟主 江湖上各门各派都十分雀跃 皇上大可放心 只要选出盟主 江湖很快便恢复平静 天下太平 那就最好了 到时候蔡经家可以再带朕出去游玩了 当然当然 皇上 微臣还有一事禀告 说吧 由于比武人数众多 所谓武夫比事损伤难免 微臣恐怕有人因为打书而借机生事 所以准备调派一队御林精兵去擂台 使比武能顺利进行 请皇上恩准 皇上 淑秦家 是不是有话想说 皇上之前微服出巡几乎遇险 御林精兵乃是保护皇上的万金之躯 如今抽调区武林大会 这样恐怕会对皇上的安全构成危险 皇上不必担心 皇上只需调配助手边 将一队士兵回来助相爷便可 皇上 此举更加万万不可 为什么 须知道边陲地方外族虎视眈眈 对方要是知道我们抽调兵队便会乘机犯险 所以边境兵队不能抽调 唉 这样不行 那样也不行 怎么办呢 请皇上息怒 微臣有另一件意 有就快说吧 皇上可以差遣神普寺 前往维持比武秩序 这样既可以不用抽调兵队 又可以顺利监管比武的进行 这是两全其美 皇上 舒大人的办法可取 皇上 不要再说了 就照舒秦家的意思 将神普寺去维持秩序 刚才舒无戏摆明了 有心为难蔡相爷 想破坏相爷的大计 他就是要神普寺插着脚进来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 我将计就计 神普寺要维持秩序 万一出了乱子 就是办事不利 那么皇上 还会信任舒无戏 跟神普寺吗 全靠叔兄的帮忙 皇上已经决定 这次的武林盟主比武 是由我们神普寺负责报案 朝廷已经确认 蓝天帮帮主蓝破天 飞虎帮帮主洪飞虎 豹子帮的秦豹 天狗帮的梁文通 金刀门的金可喜 海沙帮的阎东海 还有英盟的贺金 都已经表态 会出席这个武林大会 他们大部分 都是反对大连盟的帮派 当然会站出来 就算打不赢 也要以示姿态 论实力 在各帮各派之中 只有蓝破天的武功 有机会赢林落石 只不过 蔡金绝不会冒这个邪 蔡金要赢这次的擂台 一定有他的办法 我知道了 士叔请叔大人帮忙 安排我们神补司 负责比武的一切保安 和维持秩序的工作 到时候想闹事的人 也没那么容易 没错 那么这次擂台比武 会在哪里举行 月照山庄 距离开封府很远的 岂不是要坐船 我会安排大家 分批去月照山庄 先到的打点一切 视察环境 林落石 绝不会打没把握的仗 各种可能会有阴谋 虽然我没有想出 他有什么阴谋 但是这次我们的责任 一定要确保比武顺利进行 不能让他有计可成 其实纵断各帮派 根本没有一个人 能够跟灵盟主辟敌 盟主之位 非灵盟主莫所 没错没错 那就派灵公子出来 样朝一下算了 如果两位帮主能够 劝服我爹让我打擂台 那我就感激不见了 年轻人别这么冲动 观众爹很久没有数斩筋骨了 你就当给爹一个机会 表演一下 原来是非虎帮帮主 这么早到场 似乎也很重视这场比武啊 你们大联盟何尝不是啊 其实红帮主不如在台下欣赏比武 何必上台蠢英雄啊 你的武功跟我相比 还差一大分距离 我今天来不是想当盟主 我来是要为我儿子报仇 林落石 你好好听着 就算你打得赢我 但是你未必打得赢蓝天帮帮主 蓝破天 一路平安 放心 我们会照顾少主的 若非 帮中的事物就交给你了 您放心吧 爹 过两天我会去月照山庄跟您会合 你看 海沙帮的延东海 搞什么 大联盟的人也敢来坐这条船 秦帮主 蓝帮主 怎么这么巧 原来你们也坐这条船 阎帮主 你不是跟大联盟同坐一条船吗 我还以为你让人给甩了 秦帮主真会讲笑话 我因为有事在身 所以今天出发 不耽误两位 我先上船了 若非 差不多时候了 爹要上船了 陆正要小心啊爹 嗯 你也是 你很喜欢看湖吗 嗯 你呢 我也是 看湖的感觉很平静 很舒服 对了 这个药包呢 你栽在身上 你先前不是给了我一支精油 户外的温差比较大 这个药包呢 方子不同的 谢谢 据我所知 大联盟已经到了岳照山庄 林洛石这么快到 摆明很重视这件事 对了 蓝帮主 你可有信心打败林洛石 之前我曾经跟他有过争执 而且交过手 在武功上 我略胜他一筹 这要这么说 这次他非要拼尽老命 才能跟蓝帮主你一争盟主之位啊 话虽如此 林洛石是个卑鄙小人啊 再加上有蔡京提他成腰 我们要格外小心 说起来 怎么没看见海峡帮主啊 道不同不相为谋 一定躲在房里 怕看我们脸色吧 有有炸药 快跑 有炸药 快跑 还没到 你是不是弄错了 我爹比我们早出发 怎么可能没到 姑娘 这个我真不清楚 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 我知道了 他迷路 坐船只有一条路吗 怎么会迷路啊 蓝姑娘 你们来得正好 哥哥都说我爹还没到 你见过我爹吗 蓝姑娘 你爹的船可能出了事 出了什么事啊 我们也不清楚 船应该昨天到 但到现在还没见到靠岸 不过有船家 在途中听到爆炸声 爆炸 我们怀疑船 在途中爆炸什么 船为什么会突然爆炸 一定是有人放炸药 这次来的 都是正如武林盟主之位 除了林落石之外 蓝帮主 此另一位热门人选 有道是少了香炉 相贵 林落石 林落石 你这个卑鄙小人 你这个卑鄙小人 林公子 出手务虚这么重 来者不善 是他想杀我爹在线 是啊蓝姑娘 你和一对林某出手呢 你不要装傻了 一定是你 是您指使人炸我爹的船 是 现在事情还没弄清楚 也许蓝帮主没事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到啊 真是好笑 蓝大小姐 也许你爹怕输 自己躲起来了 你说什么 蓝姑娘 你一定对林某有所悟 其实这次的事 跟林某是完全无关的 至于蓝帮主的意外 林某也深表遗憾 希望他会吉人天下 林落石 你不要再假惺惺的 今天我蓝若飞 就算一死 也要为我爹报仇 蓝姐姐 蓝姑娘 参见蓝姑娘 蓝姑娘 有关你爹跟无情冷血 所做的船爆炸失踪之事 我也略有所谓 可现在只是推测 并没有真凭实据 何况你爹生死未夺 绝对不可以胡作妄为 蓝姑娘 你现在的心情我也能理解 可是你应该冷静点 等前去搜索的人 回来回报再说吧 王爷 你说是不是 艾妃说得没错 这次的武林大会 是皇上亲自下令主办的 绝对不能有任何查错 蓝姑娘 既然王爷爷这么说 你就不要再闹事了 否则的话 我要请你离开岳照山庄 林落石你听着 只要证实了 是你派人炸我爹的船 我绝不会放过你 在水里边发现船的残骸 而且还有烧骨的痕迹 傻瓜都知道是林落石所为 可惜我们没证据 不能执政他 已经过了一天 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很担心 无情跟冷血有什么不测 我清宫比较好 不如我去找 我跟你去 不必了 如果真的出了事 就算你清宫再好 也无济于事 何况为了这件事 目前这里的气氛十分紧张 你们留在此 特别要看见蓝姑娘和蓝天邦 别让他们乱来 可是无情更冷血 现在不只是担心 无情和冷血他们的安危 还有蓝破天 如果他真的不能出战 盟主这个位子 便会落在林落石手里 而蔡京的势力将会更大 而蔡京的势力将会更大 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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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紧 其他人呢 不知道 我醒来的时候 只看见你 进营剑的 少主 少主 你没事就好了 营剑的 你放心 营剑没事 是 他跟蓝帮主在那边的沙滩上 经过点算 连同残缺不全的尸体 全部都确认到身份 一共死了七个人 其中包括 金当门门主 金可喜 还有他的弟子赵全 天狗帮帮主梁文通 跟他的弟子冯梁玉 还有就是海沙帮的红玉 虽然另外有两具尸体 还是残缺不全 但是凭他的衣着和身上找到的物件 正是海沙帮帮主 严东海和一个船夫 连同我们生还的九个人 一共有十六个 正好是全船的人数 海沙帮的严东海深谙水性 没想到 被炸得支离破碎而死 一定是凌落石派人来炸船 目的是阻止我们参加武林大会 不要再说了 先把尸体埋葬 然后再想办法离开这个孤岛 好 好 好 第一场 大联盟 凌落石上 好 王主严命 王主严命 下一场 由镰刀门门主潘大志 对蓝天帮帮主蓝破天 请蓝天帮蓝破天上台 唱鸣三次之后 蓝帮主再不上场 当放弃论 资格将会被取消 不得参加齐后赛事 我来 蓝姑娘 在下蓝若飞 家父所坐的船 因为中途出世 所以赶不及来 就让我 带家父出战 好 本下准你大夫参赛 来 将军 我来帮你 赵夫 礼伍开始了 任何人都不可以上台 来 小姐 将军赢了 好 好 是不是有我爹的消息 难道我爹真的有什么不测 你也不必太悲观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 一天没证实蓝帮主有什么不测 我们还有希望 你说得对 我爹经过那么多风浪 绝对不会那么容易出事 蓝姑娘 你刚才带你爹比武 太龙了 我没得学 如果我不打 蓝天帮就会被淘汰 所以在我爹回来之前 我一定要打下去 可是 我已经决定了 是蓝天帮蓝大小姐 是又怎么样 我想劝你一句 以你这身手就别出来献丑了 你竟敢小看我 你 就凭你这两下子 还想替你爹上台比武 走 走 你没事吧 那个人有毛病 我打擂台 关他什么事啊 他是巨师门门主洛彪 你明天的对手 怎么样 还打不打 打 就算叫我死 我也要打 跟我来 喂喂喂 你叫我来这里干什么 蓝姑娘大敌当前 想找你帮帮忙 我知道了 蓝姑娘明天呢 要上台对阵巨师门的门主洛彪 洛彪呢 一向是出了名的力大无穷 你怕他打不赢 所以找我来给他恶补 洛彪武功以阳刚为主 而你的身手灵巧 希望你能够教蓝姑娘 以柔治刚治法 好 没问题 不过 要请我喝酒啊 没问题 走 走 走 打 那这招叫做年仪十八跌 你们两个慢慢练吧 我去喝酒 记得来给钱啊 看清楚了 冷血 你真的很厉害啊 别再说了 先烤鱼吧 我这堆火是拿来做狼烟求救用的 要是你们想烤鱼的话 自己再生一堆火 蓝帮主 秦帮主 这东西怎么吃啊 这里只有这些东西吃 你不吃就得挨饿 好 你的伤怎么样 幸好这个早上有适合的草药 服两天就会康复了 谢谢 我还没有谢谢您呢 谢谢我什么 谢谢你在学里救了我 我不想以后有了病痛 没有人医治我 叹气 这不像你啊 我以前都没发觉 可是来了这孤岛之后 没有轮椅 我才觉得自己跟废人一样 什么都做不到 虽然你行动不方便 但是头脑清晰 能想到其他人想不到的 就连我的命也是你救回来的 怎么会帮不上忙呢 赶紧填饱肚子 帮大家想一想 怎么离开这个孤岛吧 秦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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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秦帮主啊 照伤口看来 应该是被巨大猛兽的 力爪所伤 秦帮主的武功不弱 难道这里有猛兽 藏身于这孤岛 他們的赛区 可莱猛兽很巨大 应该还在树林里 咱们会有这样的石像 这里太危险了 此地不宜就乐 你们看到了雕像吗 应该是叫枣耻 枣耻 说起这只枣耻 其实有段故事 有没有听过姚帝 姚顺女汤 这只枣耻跟姚帝有什么关系 湘纯在远古时代 皇帝帝库死了之后 传给他儿子帝智 当时的姚还没有称帝 被帝智分为陶堂侯 在那个时候 南方出现了一只 似人非人 似兽非兽的一兽 说它是兽 它却拥有一双手 能够使用武器 说它是人 它的样子又像野兽 上鳄的牙长三尺 直通磕下 形状就像一个枣似的 所以当时的人称它为枣耻 这只枣耻非常凶恶 到处残害百姓 当时的陶堂侯 派了老将后裔为民除害 陶堂侯也因此 而声名大造 天下归心 最后被拥立为帝 但这个是传说故事 真的有早此杀人 我刚才所说的 只不过是月照山庄 附近一带的传说 你们所看到的 只是一个石像 石像不可能杀人 那到底是什么杀死秦帮主 人还是兽呢 当我们听到 秦帮主惨叫声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 如果是人的话 也就是岛上还有其他人 别管那么多 我们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这里这么多树木 我们可以做木筏离开 天一亮 我们马上行动 大家早点休息 这个可能对你有用 谢谢 我要你帮我搬一件池 难道这道还有其他吗 这个回礼算不错吧 结果跟你估计的一样 果然是早此杀人 少主 少主 三姑娘不见了 怎么会这样 刚才我们跟三姑娘 分头采集野果 可是过了约好的时辰 她还没回来 要没到处找过 可能在附近走失了 我们找了很久都找不着 只找了这只鞋 我不是吩咐了 不可以单独行动吗 怎么让三姑娘一个人去 对不起 少主 还站在这儿 还不带我去找 冷血 三里里我最熟悉 三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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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主 现在这儿发现的 三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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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下面 三姑娘 六姐 听什么呀 三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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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姑娘